請妳幫我健康庫 我老公一天可以上三次廁所 每次都要上廁所 其實他就說 他肚子好痛 好痛 他說我痛得快受不了 這如果你老公 是屬於那種拉肚子水樣性的 那種就是已經有可能 細菌性的感染了 可能包括你洗不乾淨 之前有發生過 就是早餐要料理的時候 他料理水果 結果又料理雞蛋 就雞蛋裡面 那個外殼有相似是感菌 然後這樣子接觸去傳染 肚子痛其實它有很多的症狀 可能讓大家模糊不清 覺得這有可能是什麼痛 但總之整個肚子都不舒服 我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常問題 經常在餐與餐中間開始痛 會痛到下一餐 而且胃粥粥還會反胃 我們做藝人的 每天就錄影錄影錄影 所以沒有辦法好好坐下來吃一餐 所以久了以後 而且吃呢有機會吃 比如說貴單位的便當 也要吃得很快 不然就被人家拿走 有留意到處對不對 不然你吃久了 又怕人家說你吃兩個 有沒有 然後發現有時候通告多 三四個通告擠在一起 你就只有到晚上可以好好吃 那你就會吃前面三餐的 可是中間這一段時間呢 只要餓的時候 就會肚子痛 我覺得我以前就是 很囂張的就是 起來不管是吃 只要是看到喜歡的東西就會吃 譬如說我喜歡吃蛋糕甜食 然後我一起床 我可能還沒有就是 就是媽媽還沒弄好早餐什麼 我就會開始吃 我想要先吃的東西 然後都不會覺得胃痛或什麼樣 可是現在真的不行了 就是起來你好像就是必須吃一些養分 所以或者是屬於早餐的東西 或是養分高的東西 不然的話我吃了 我就會覺得 那個感覺也不是 我說不出來是味肘肘肘還是什麼 就是有一種 快抽筋的感覺 對 吃完之後 對 然後現在就是 我如果一次 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都吃完 然後會有一點反胃 可是以前都不會 奇怪 你看 好 所以如果又符合這兩個症狀 我們看一下 有可能是 好不了的痛是 十二指腸潰癢 對 來 過去嗎 我哥哥就是十二指腸潰癢 可是在這之前 檢查之前他都不知道 他就是有一陣子常聽他會說 我一走走 然後會反胃的感覺 但是他也不以為意 也沒去看醫生 就可能自己買個什麼胃藥味 這樣吃 結果沒多久 有一天他吃完中餐外出 他居然在銀行的門口 痛到站不起來 對 他就蹲在地上 然後旁邊的人趕快幫他叫救護車 然後就緊急送去醫院 然後醫生說 十二指腸已經破一個洞了 那很嚴重 但是你說十二指腸潰癢 我們有一些症狀 你想說 胃痛 消化不良 還是肚子餓 那有時候很難分辨 你知道嗎 對 其實我們這叫上消化道的症狀 包括我們什麼 逆流性食道炎 胃炎 胃潰癢 十二指腸潰癢 這麼多東西 反正你表現出來 好像都是不大舒服 可是每次你去醫院看腸胃科醫師 你問他說我肚子不舒服 醫師第一個就問你說 你是飢餓痛 餓的時候痛 還是吃飽的時候痛 這個兩個事實上是 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診斷 事實上我覺得克凡就是一個 比較典型的十二指腸潰癢 肚子二胃 二胃痛 我們看一下 它一個叫做空腹疼痛 我們講說胃潰癢 其實它胃 我們講十二指腸潰癢 比較容易發生在哪裡 它容易發生 其實就是 為什麼 我們的食道 因為胃是一個 往上跑叫逆流性食道癢 騷到你的 所以逆流性食道癢 很容易在胃的那個叫噴門 那個接口的地方 往下接是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 所以它通常發生在前端 靠近幽門 就是說胃的 剛好要接到十二指腸那個位置 因為那次胃太酸了 很容易出現在那個位置 所以它的 它通常是 其實它產生的原因比較 它位置所以會 我們可以基本上 這是我們的胃 我們的劍凸下面 這叫我們的胃 十二指腸再往下一邊 所以你痛的位置 比較容易在右下這邊 而且如果出現 飢餓疼痛 什麼時候飢餓疼痛 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就是你什麼時候餓最久 所以如果半夜會餓到痛行 這個胃的 胃潰瘍的機率比較小 都是十二指腸 好發起 我們的胃潰瘍是說 你吃了 我們的十二指腸潰瘍 只要吃了一點食物之後 就舒服多了 可是胃潰瘍的相反 你吃了一個東西開始磨你的胃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痛的是偏左就對了 那為什麼 你說它發作時間空腹也會疼痛 那你如果吃飽也會痛 那等於都在痛 常常 到底要不要吃 因為我們 其實它 我們一直想說 我們一定一直以為 你可能喝到酒精 吃到止痛藥 什麼一些刺激的 後來發現其實不是說 十二指腸潰瘍 其實85跟100 是跟一個叫 幽門螺旋感菌相關的 就幾乎百分之百 都跟幽門螺旋感菌 所以我們 幾乎就那支菌 那支菌 那支菌是一個 格蘭氏陰性的感菌 那在 只要我曾經得到 在我的唾液 我消化到上下都有 我先生有就會傳染給 太太傳染給全家 傳染 可是那個 醫生那個是不是要 就是我記得我周衛軍 他有問我要不要順便測 對 一般我們會 所以一般 尤其是我們只要診斷出十二指腸潰瘍 我們幾乎 尤其是那種復發型 你如果說 我們就要做那個叫 幽門螺旋感菌測試 它有三個方法 有些可以測 催氣的 抽血 或說直接用胃鏡去夾你的組織 去染色 可是我沒有 如果確定有的話 除了治療你的十二指腸潰瘍 你還必須 我們講十二指腸潰瘍 一個是吃那些 胃酸的抑制劑 什麼 輕力子胖腐阻斷劑 或說一些抗組織胺 第二型的抗組織胺 另外還要殺 它的幽門螺旋感菌 大概要吃一到兩個禮拜 你如果沒有殺 這個幽門螺旋感菌 很容易復發 第一年復發率60% 第二年復發率90% 所以我剛才講說 其實十二指腸潰瘍 比較幾乎都是跟這支菌相關 所以除此之外的原因 還有哪一些有可能造成我們十二指腸潰瘍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提到 其實你剛剛提到藝人壓力的問題 其實很多上班族 在十二指腸潰瘍 我們發現都普遍集中在 所謂的年輕人 跟所謂的一些像中年人 大概20歲到40歲這個階段 十二指腸發生的比例很高 反而胃潰瘍是比較發生 在40歲以上的一些 比如說老人家 所以我們在女床上是這樣看到 包括壓力 就是說我曾經有個病人 他是一個男生 他只要每次要去大陸出差的 前一個禮拜 他就開始發作 所以後來發現說 他可能是因為壓力而已 他不是到那邊發作 他是要出去的 前一個禮拜他就開始發作 就十二指腸潰瘍 其實這個是需要找醫生 吃一些慢性病的藥物 然後包括還有就是暴飲暴食 你會發現有一些年輕人 他十二指腸潰瘍 就覺得很特別 奇怪他們又沒有壓力 又沒有什麼 其實發現他們都是喜歡吃那種 吃到飽 不是只有一天 只有吃一餐的這一種 然後另外這邊 其實很大的因素 包括抽菸 飲酒 咖啡 還有所謂的濃茶的部分 咖啡濃茶也會有 對 然後還有就是 菸其實是蠻明顯的 如果是潰瘍的人 其實我們會建議他 不是少抽菸 是不要抽菸 就是叫他戒菸 因為你一直治療好了 但是你一直有抽菸 其實你會反覆過來找醫生 真的喔 對 然後另外茶的部分 我提醒一個就是 如果你喜歡喝花草茶的 我們發現常常喝薄荷的 薄荷的其實對所謂的 胃潰瘍的部分 其實它會加重 它會不舒服 而且薄荷會有脹氣 就算了 你也會有脹氣 就算了 你也會有脹氣 你也會有脹氣 你也會有脹氣